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新县 这个视频拍一下新县的街景 新县伴随着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进程而诞生 树有红色首府,将军故里,丝化江南之美誉 新县位于河南省信阳市东南部 大别山腹地,玉厄两省交界处 被称作为中原南门 新县东西长61.6公里,南北宽40.7公里 全县总面积1612平方公里 2017年统计,新县总人口37.07万 常住人口28.36万,人口不是很多 1947年12月,根据刘伯成、邓小平提议 改京福县为新县,依据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 1998年7月,撤销信阳地区 设置地级信阳市,新县附属信阳市 新县市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县 许是有李德生、郑维三等 93位将军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故乡 这座桥叫做红桥 这边的景色呀,说实话真的很不错 山坠日子,山坠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